这是水和岩石用亿万年光阴打造的杰作 这是人类极少涉足的未知领域 这是特殊生物组成的隐蔽世界 历尽千辛探寻动到尽头 解密自然奇观奇幻洞穴 地理中国即将不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我们国家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 类型多样 其中以广西贵州和云南东部面积最大 形态各异的喀斯特地貌 在地表是以风丛 风林 石崖等形态出入的 而地下部分主要形成各类溶洞 以及石中乳 石笋 石蔓等美丽的洞穴沉积物 广西西北部分布众多的溶洞 其中一个叫凤凰仙洞的洞穴洞口 中年云雾缭绕 奇怪的是洞里面很少看到有石笋 石中乳 这些常见的沉积物 那么这个洞里有什么呢 据当地人说 这个洞穴里分布着一些像古代铜钱一样的环形图案 偶尔呢 还有一种长相奇特的鱼儿现身 那么这个以凤凰命名的洞穴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 横跟着一座山脉 都阳山 山中有一个传说中 引来凤凰七居的地方 凤山县 这遍长安那边红 由于属于云贵高原的南部边缘 山峰林立 峡谷幽深 山岭中常年云雾缭绕 仿若仙境一般 地理中国考察署 从南宁出发 驱车前往约二百三十千米外的凤山县 长期从事中国严荣洞穴科考和研究的 资深专家黄宝剑 将和我们一起进行这次考察 来到凤山县 记者发现 这里分布着大面积典型的 喀斯特沿荣地貌的石山 虽然光照充足 余壤充沛 但是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十分稀少 生活在这里的百姓 在一座座由石山围龙的小盆地中 开垦梯田 种植水稻 过着平静质朴的田园生活 据老乡介绍 传授中曾经有凤凰七居的洞穴 位于万寿谷 而要到达万寿谷 必须经过一个叫波新村的村子 在波新村 考察族 偶遇了一位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老乡 知道我们的来意后 这位村民自告奋勇为大家当相当 据他介绍 波新村四周都是陡坡悬崖 可耕作的土地很少 村民们因此世代研习一种特殊的手工技艺 土造上支起大锅 煮沸卷水 几分钟后 锅里出现一种丝绪状物质 老乡将这些丝绪状物用凉水漂洗 撕开晾晒几天 在这之后 这些白色磁绪状的东西 就可以卖到大山外面 并被制成各色的锦绣绸缎 原来 这就是波新村百姓赖以生存的记忆 养残骚丝 波新村的百姓认为 这一带的山山水水很有灵气 所以山岭上的桑叶既肥大又厚实 再加上常年云雾缭绕 为养残骚丝提供了理想的天然条件 我们这里的气候都是非常适合养残的 天气太冷的话养残也不行 天气太热的话 那养残容易得病 向导介绍说 万寿谷中有一条时而潜入地下 时而在地表流淌的河流 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 外人贸然进入 很容易迷失方向或遭遇山洪 为了能够顺利进入万寿谷 我们在老乡的带领下 前往万寿谷 寻找神秘的凤凰仙洞 在崎岛陡峭的山路一路跋涉 经过两个多小时 靠插座一行终于到达山顶 从山顶向下俯瞰 可以看见山顶中间一潭壁池 向导告诉我们 水潭后面是一条石明石岸的河流 那是通往万寿谷凤凰仙洞的碧京之路 靠插座乘坐一艘小船 从水潭驶向一个有巨型石门的天然洞穴 几分钟后 小船进入了有黑深邃的山体内部 越往洞穴深处行进 两侧的洞壁也逐渐变得狭窄 然而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在穿过最窄的一段水游之后 向前拐了一个大弯 前方竟然隐隐透出了亮光 向着光亮的方向行进 不一会儿 查查组竟然来到大山另一侧的 又一个水潭 向导告诉我们 这条河流十分奇特 要想进入万寿谷 必须逆着河流 穿越三座这样的大山 由于每一座大山都仿佛一扇天然的水门 因此 这条路也被当地人称为三门海 随性专家黄宝健说 凤山县处于都阳山脉的西北边缘 是广西盆地向云贵高原 逐渐抬升的过渡地带 这一地区拥有超过一千米的 巨厚石灰岩岩层 在这些石灰岩地层中 发育着大量的天坑溶洞 地下河等典型的岩绒地貌景观 当地人称为三门海的地方 很可能是被一条岸河 串接在一起的三个连续的天坑 进入第二道水门之后 专家在岸河流淌的洞穴顶部 发现了若干串珠状的天坑 他告诉我们 这些天坑的出现 对于推断三门海 这条实隐实现的河流成荫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天坑出现的地方至少是两组 地质构造的 我们结理或者是裂系 这个地方应该是 所以说裂系比较密集的地方 要不然不会产生那么多 那么密集的天坑 黄宝剑告诉我们 天坑的存在 证明了这里的山体本身 存在着至少两组 相互交汇的裂系或断层 这些裂系往往贯通山体 经过雨水上万年的融石扩大后 洞顶裂系的交汇处 岩石发生了垮塌 就会形成天坑 除此之外 这些天坑的形成 还与地下河的水位变化 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有可能地下抬升的时候 它浮力消失以后 它也失去平衡 所以硬力的平衡 可能被破坏 所以就展成崩塌 崩塌就是形成这种天坑 从现在的情况看 神奇的三万海 很有可能是 同一条河流连续融食了 多座山体 发育形成的三个连续的天坑 查阅资料以后 黄宝剑告诉我们 原来贯穿这几颗天坑的暗河 名叫波星河 每年通过这条河流 注入西江的水量 超过了两亿多立方米 而三门海的位置 恰恰处于波星河的下游 大量的水流汇聚一次 淹没了本应该长满植被的天坑底部 形成了这难得一见的 坑中有海 水洞四门 山水相连 别有洞天的奇异景观 半个多小时后 卡塔族顺利穿越三门海 再次驶入一个圆形的水潭 经过初步测量 这个水潭的面积 大约一千平方米 而地形却像到了井底一般 再向前进 已经没有水路 大家需要翻越山脊 才能到达传说中的凤凰仙洞 卡塔族沿着山体绝壁 艰难攀爬 终于来到凤凰仙洞的方形洞口 队员们看到了 一层层云雾在洞口汇聚 宛若仙宫一般 这时候 一株生长在石壁上 叶片分散展开 开着紫色花朵的植物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珍稀植物 这个东西叫豹尊巨苔 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它需要生长的环境 还是比较洁净 空气质量比较好的 黄宝剑向我们进一步解释说 豹春巨苔是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植物 它只能在十分洁净的环境下 才能存活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里的环境质量 专家拿出了负离子测试仪 基本稳定在两万四左右 两万三 两万四 这个被当地人视为仙洞的地方 每立方厘米的空间 负养离子的含量是于普通洞穴的七倍左右 负养离子中的小粒镜负离子 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 能够促进生物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 专家认为 这个洞穴之所以能够生长出珍稀植物 很可能与极高的负养离子浓度有关 那么 这里为什么会有如此高浓度的负养离子的 这时 有队员发现洞穴中有一个向下的通道 它的高度超过一百米 平均宽度大约为五十米 而深度却难以估算 众人沿着通道进入凤凰仙洞的内部空间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洞穴的通道十分完整和平坦 不仅没有看到大大小小的落石 连常见的石笋 石中乳都极少发现 在广西凤山县发现的这个大型洞穴 确实不同寻常 因为广西分布着大量的喀斯特洞穴 一般的溶洞 洞穴内部往往会有许多石笋 石中乳等沉积物 洞口一般不会像凤凰仙洞这样 常年有白色云雾缭绕 另外 这里平坦规则的通道 在喀斯特洞穴当中也是极其少见的 那么这个传说有凤凰栖息的地方 为什么出现如此特殊的结构和现象呢 卡查所决定向洞穴深处行进 刚刚进入深洞不久 大家就遇到一个乱石堆积的斜坡 黄宝剑说 这些乱石块很可能来自洞顶沿层的崩塌 看到石块尖锐的棱角 关家认为 这里似乎并未遭受过流水长年的沖石 这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如此大规模的石灰岩洞穴 需要地下水长时间的沖石才能形成 为什么没有看到水流流淌过的痕迹呢 队员们很艰难地在乱石堆中 行进了将近一个小时 向导介绍说 前方不远处 有人曾经在那里 发现很多大小不一的环形图案 由于形如古代同浅 村民们把那些图案 看作能给人带来财运和好运的象征 考察组看到地面上 有许多规整的圆环形状 每个圆环中心 都有好像被灼烧过的黑色板痕 圆环看起来 的确和铜钱有几分相似 经过现场测量 这些黑色圆环的直径 大的接近五米 小的只有几十厘米 专家告诉我们 圆环其实是一种 具有很高科研价值的 罕见洞穴沉积物 穴环 这个穴环呢 就是在洞里头还是不多见 中心基本上有滴水点 它那个滴水下来 又溅水溅出来 溅出来又形成一圈 基本上就一个圆形为主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穴环也叫黑圈 是洞穴顶部发育的 许多串珠式水滴 在密集滴落地面的时候 水滴速度不断加快 并且不断以周围空气摩擦 于是洞穴中就形成了 与地面平行的环状气流 这种气流又把洞内的水气和威力携带 在地面滴水点周围不断堆积 逐渐形成这种独特的圆环状沉积物 因为穴环的形成离不开洞穴中的水流 专家意识到 或许考察组已经快接近地下河 黄宝剑告诉我们 穴环很可能是很多洞穴沉积物 最原始的形态 如果继续发育 或许会形成石笋 石柱 点花盆 石梯田等洞穴景观 他推测 在穴环周围 或许会有不寻常的发现 果然距离穴环几十米外 专家发现了许多圆润的小球体 它们大小不一 堆积在一个积满水的盐坑中 灯光照射下 一颗颗泛着珍珠一般的光泽 专家仔细观察了这些圆珠后 告诉我们 这是另外一种 喀斯特洞穴中较为罕见的沉积物 穴珠 它里头有一个河 水的滚动过程中 不断地把它那个蛋白盖沉淀出来 就把它包起来 因为穴环和穴珠的接连发现 让专家有了一个推测 或许 卡查素已经接近了 隐藏在洞穴里的地下河 队员们这时的位置 距离洞口已经有两千米 这里突然变得十分空旷开阔 手电的光束根本无法看到尽头 由于照明设备亮度不足 专家建议利用延时摄影的技术 观察周围的情况 在照相机长时间曝光后 卡查素发现 这里竟然是一个巨大的 封闭的洞穴峡谷 整个峡谷被笼罩在 阴晕的水汽之中 专家目测 此处洞顶高度 大约有150米 能看到许多水滴 滴落在地上 专家认为 这是一个两千多米的洞穴长廊 地质构造就是有一种叫断层 这个洞基本是原来断裂发育 所以它发育率很高 洞顶的沿层 碰倒下来以后 就过大了这个洞穴空间 专家说 这里很可能是一条 因地质构造发育 而形成的山体断裂 由于长期水流的冲刷和侵蚀 断裂带不断扩大 最终形成规模宏大的地下峡谷 此时洞穴峡谷中较多的滴水点 引起考察组的注意 专家仔细观察后告诉队员 这里的大量水泥 正是洞内产生高浓度 抚养离子的主要原因 现在大家应该能听得到 这滴水流水还比较厉害的 从洞顶滴下来 这种就是因为水分子的裂解 从高空贴落的时候 水分子裂解 产生大量的负离子 主要是负离子 主要的成分就是负养离子 专家黄宝健解释说 负养离子一般出现在河边 海岸 瀑布等水流活跃的地方 当水分子从高处跌落时 由于重力加速度的作用 在接触到地面的瞬间 原本稳定的水分子往往会释放出自由电子 这些电子漂浮在空气当中 一旦被氧分子获得 就形成了所谓的负养离子 这就是瀑布海岸周围 负养离子浓度高的原因 这条洞穴廊道 大部分滴水点的高度 都超过了150米 这样的高度 使水分子能够在跌落的瞬间 形成大量的负养离子 队员们又向前行进了数百米后 似乎走到了洞穴廊道的尽头 前面是被黑暗吞噬的悬崖 专家观察四周之后告诉我们 悬崖的下方 很可能是地下河改道后形成的新河道 经过充分准备 队员们开始向新河道的方向 慢慢接近 爬斜坡 登悬崖 降树井 就在大家都已经有些体力不支的时候 先探底的队员一句话 让每个队员都兴奋不已 下面就地下河了 看没有 就地下河 是吧 专家观察这条岸河 它的宽度约为十米 水面泛着淡淡的浅绿色 看起来十分清澈 接下来 黄宝剑开始测量岸河的流速 通过顺流而下的纸片 专家估算出 岸河水的流速大约每秒三米 那么 在这样的河水中 会不会有洞穴生物呢 队员们决定现场捕捞 没过多久 队员们开始收网 鱼网中有一条年鱼 和四条不知名的小鱼 向导说 这是当地人说的洞穴淋鱼 在有光亮的地方 我们看到淋鱼的体长 大约五厘米 身体呈深灰色 浑身长满细小的鳞片 向导告诉我们 当地的老人 把洞穴淋鱼又称为油鱼 过去物质贫乏的时候 有些村民在烹饪它们的时候 不用放油 鱼的体内就能渗出大量的油脂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鱼 稳步长有一对短虚 具有典型的理科特征 查阅资料后 黄宝田说 这种鱼学名叫做 巴马碎纯巴 目前 只在凤山县巴马一带 水质极为洁净的 深层地下河中 发现它们的踪迹 那么 是什么地质水门特征的 地下河中 才能有这种鱼类生存呢 专家认为 对于这条洞穴廊道底部的地下河 还需要展开更加详尽的考察 向导找来一条船 队员们乘船行驶在岸河上 不久之后 大家发现 这条岸河系统 四通八达十分复杂 大大小小的支流 从不同的方向 向主河道汇聚 不仅如此 在岸河附近的洞穴内部 还有许多急流和飞铺 河水跌落到岩石表面 刹那间水花飞溅 形成一片片白色水雾 专家告诉我们 这些发现说明 这条河的水体含氧量 应该十分充沛 随后的检测结果 证实了这个说法 经检测 这里水体的含氧量最高的能达到每升8毫克 是普通河水或湖水含氧量的百分之一百六十 这样的环境 无意为岸河中的生物提供了有力的生存条件 同时 专家还发现 因为岸河常年在山体内部流淌 所以四季的水温都保持在十摄氏度上下 形成了一个相对恒温的特殊生态环境 急流 富氧 恒温 无污染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使得某些理科动物千万年间 在这条岸河中进行着独立的演化 进化成特殊的物种 队员们在岸河中连续行驶的近三个小时 才驶出黑暗的洞穴 专家最后确定 洞穴长廊下面的地下水系 正是坡心河 坡心河全长六十多千米 时而连通地表 时而潜入地下 拥有数百条大大小小的岸河之流 坡心河水系 将整个凤山县的数百座山峰 串联成一个相互联通的地下世界 专家解释说 正是这个庞大复杂的地下河水系 一路流淌的同时 对凤山这一带 厚达一千米的石灰岩岩层不断侵蚀 形成了以三门海和地下洞穴长廊为代表的 天坑 溶洞 地下河等罕见的大型岩绒地貌景观 如此复杂的岩绒地貌水文系统 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 是科学家深入研究广西地球演化历史的鲜活样本 考察到了最后 专家黄宝剑告诉我们 之所以这个洞穴会有凤凰七驱的传说 主要是因为这个洞内形成的大量负氧离子 它们在空中与水雾结合 形成了云雾飘渺 犹如仙境一样的景观 外星认为只有神鸟凤凰才能与这般美景相配 广西贵州和云南东部的喀斯特地区 被国际地质学界看作是世界喀斯特地貌的博物馆 而凤山万寿谷波兴河水系的发现 为这座博物馆又增添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天然贵宝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